俗语富不住大屋,穷不行远路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谚语,这句话的意思是富人不一定住大房子,穷人也不能奢望行远路,这句话告诉我们富贵与居住环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,而且住大房子并不是衡量财富和幸福的唯一标准,那么为什么不能住大房子呢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住大房子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,在现代社会,很多人追求着大房子,豪宅和奢华的生活,认为这是成功和幸福的象征,然而 事实上,大房子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感,相反,过大的房子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压力,大房子不仅需要更多的维护和清洁,还需要更多的金钱来支付房贷,物业费的,而且,大房子可能会让我们远离家人和朋友,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和孤独感的增加,因此,住大房子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住大房子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和自由,大房子往往位于城市的郊区或者偏远地区,远离市中心和便利设施,这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困扰,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交通问题,无法享受到城市中心的便利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而且,大房子可能会让我们远离工作和社交圈子,限制了我们的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,因此,住大房子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和自由,不利于我们的生活和发展 富不住大屋,穷步行远路告诉我们,富贵与居住环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住大房子并不是衡量财富和幸福的唯一标准,住大房子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压力 限制我们的行动和自由,相反,我们应该注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感,追求真正的幸福和自由,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 我们都可以通过珍惜现有的生活条件,追求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满足,让我们摒弃对大房子的过度追求 关注内心的平静和快乐,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